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联合开怕 我是郭重伦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秦刚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公开露面了 外面传言纷纷 那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这个滋污其辞 不过在谈这个之前我们先谈一下大陆的经济 现在大陆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 有人说已经进入通缩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联合报香港特派员李春 李春对于大陆的情况非常的深入 他的专栏春歌坎路也一直是外界想要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指南 李春你好 郭副总你好你好 我想先跟您谈一下大陆的经济 因为经济是很多事情的根本 那现在公布的数字说消费者物价指数在6月CPI已经掉到0了 那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也一直在下跌当中 有很多人担心很可能现在已经要进入通缩的危机 但是理论上来讲要连续两个季度就是都是负的话或者才会定义上才是通缩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危机 郭副总据于我当然对大陆经济我认为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今天以来 特别是5月份以来呢由于5月份那个经济它从3月份改变了那个经济疫情以后恢复的那种预期状况 从5月份以后经济的各种数据开始恶化 那从5月份开始就有了一场讨论就是关于通缩就是通货紧缩的讨论 这个讨论这个讨论呢到了7月份呢就是官方开始明确表态说中国没有通缩 最先当然是中国人民银行接着是国家统计局现在成为那个宣传部门的一个主调 就是包括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也出来否认通缩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通缩呢比较有意思的在于那个大陆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类通缩就类似于通缩 另外一个概念叫非典型性通缩 那就是一般在经济学上他们讲的通缩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物价明显下降 第二个就是货币供应量也下降 第三个就是经济下行 完了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两个从数据上来看根本不能完全准确的把握中国经济的现在的状况 比如说物价的问题老百姓民众感觉物价在涨什么东西都很贵 但是呢中国家统计局政府的数据呢物价在跌 在收缩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奇怪一种经济现象 但是我就只只想讲那个为什么政府否认中国出现了通缩 比如说还有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界集中炮火批判那个孤鸿鸣的那个经济通缩论 然后就是因为中国中共治理经济呢从来最怕的是通货膨胀 这主要来自于1998年那一场那个抢购风通货膨胀 他们认为那个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血潮 所以说从过去大概20多年一直在防通货膨胀 其实期间出现了几次就是通货紧缩的现象 但是都被压过去了 但是这回通货紧缩为什么那么严重和那么受到关注呢 是因为通货紧缩代表了一个经济方向就是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后面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 中共其实有办法治理通胀 没有办法治理经济衰退 我是个人是这个意见 其实最近公布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那个从进出口到投资样样都是在衰退这个情况 那从这方面难道看不出来是有这个危机吗 现在我认为就是所有数据呢 其实都是在向下的 所有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都在向下 但是政府的基调 从这次国家统计局的基调来说 都在表示在恢复经济恢复中 那就是否认这个经济下行的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他否认有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就表示说政府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刺激这个经济 那他前一的时候不是还降息了吗 这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第二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除了奇怪的经济现象 还有一个奇怪的政府治理现象 就是说这个大概在六月中旬开始呢 就有了出台一览子强势级政策的声音 这个李强这个新任的总理呢 也为此召开了大概两次专门的经济学界的座谈会 完了两次 完了后来就有了小道消息 就经济界的小道消息 说国务院召开了两次常务会议 实际上都讨论了两套一览子经济政策 但是呢都被上面 李强的上面只有一个人 都被上面给否定了 我认为这种说法倒不是特别准确 应该不是否定了 而是台湾比较熟悉的一种状态 叫以毒不回 就是你送上去的报告没有回音 我认为是目前是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它的来因是什么 就是来因就上面我们讲到的 就是主要领导人否认经济出现了大的问题 否认经济出现有危机的可能性 和否认经济将有衰退的可能 这也容易理解 是因为所有这些问题出现在两个转变之后 第一个转变就是中共二十大 完了领导层和领导团体出现了转变变化 第二个就是在今年一月份 那个出现了那个疫情结束以后的经济 本来全球都预计中国经济会 反弹 向好的变化 在这两个变化下 中国经济反而出现了下行 那就不好解释了 所以说我觉得 有可能习近平出一些这种考虑 我们也看到了 最近这个李强召开一个平台企业的一个座谈会 希望能够积极推动这个平台经济 这个平台经济在疫情之前 就是整个国家开始管制之前 其实是经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不是表示说 现在希望这个平台企业能够 逼这个整个经济振兴起一些作用 我认为这个 可能外界对这个 最近发生的那个经济现象 可能有误解 他们认为因为那个李强和那个 中国国家发改委那个主任呢 郑三杰 都分别召开了几个座谈会 一个是关于平台经济 第二个呢 关于民营企业 那外界的 再加上对于蚂蚁集团的处理 重新发落 罚款几十亿 完了外界就有一个 产生一种感觉 就认为 在经济下行之下呢 中国政府改变了 他们对民营企业比较严厉的态度 也改变了对平台经济严厉监管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当然可以这么来看 但是呢 真正的 真正的后面应该是习近平在下另外一盘棋 在跟他们无关 这个棋就是我们要回顾一下 就是不光是习近平 就是所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呢 在他们想从振作经济的时候呢 都会提一个强国概念 毛泽东当年结束文革以后 周恩来就提四个现代化 要建社会主义强国 完了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提的叫现代化强国 就延续周恩来那个概念 完了到了江泽民时代 基本上提的是贸易强国 因为江泽民那个时代 中国的对外贸易 也是增强中国经济 中国综合实力和超过日本 成为第二经济体的那个阶段 完了以后到了胡温时代 和包括后来习近平接手 实际上还是李克强主持经济的时代呢 实际上都叫制造强国 所以说李克强后来有什么制造2.0版啊 这些 就是说中国那时候是世界工厂 要以制造业呢 重振整个中国的经济 完了习近平最近 他去江苏 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呢 大家没有特别注意 以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就叫做网络强国 或者叫做网络经济强国 另外一种说法叫数字强国 那最近在一年两天 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已经开动 机器为这个概念开始操作了 完了以后呢 围绕这个数字强国呢 大概要有三种经济 第一种就叫AI经济 就是最新的 第二种呢 就是网络经济 第三种就是平台经济 那这个平台经济 那个座谈会是为平台经济松绑 完了以后 最近网信办 为什么国务院那个副总理 丁薛祥要去主持网信办的工作 实际上跟这个有关 而不是外界猜测的叫 强化对网络的控制有关 实际上他在为这个 为这个网络的经济方面的 下一步的放开 他先收 先收把你绑起来 完了再给你松绑 大概跟这个有关 所以说我预计到 我预计 我猜测吧 我猜测大概 如果几天以后 就7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这个来 来取代所谓的伊朗的刺激政策 和未来8月初 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 拿出一个相关的决定和办法 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你说现在是数字强国 这个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比你说是跟以前 制造强国来相比 是 他因为现在数字强国和数字经济呢 因为就是是科技制造和 和那个贸易三者 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又跟扩展类虚有关 当那个 一方面他要应对 那个对外的脱钩 就是美国和欧洲 实际上还是在 说是去风险 实际上还在脱钩中 这个脱钩会对中国经济 有强大的冲击 和没有办法来解决 所以前面我们说李强没有办法 主要是讲他这方面毫无办法 所以说数字经济 基本上是应对这个中国经济 和中国政治 包括中国的对外出现的一个 全新的状态 他们找出来的一个新办法 现在就除了这个整个市面非常的糟糕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失业的问题 尤其是很多人提到年轻人的失业 现在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近说到了21.3% 可能这个实际上的真正数字 还要比这个更高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不仅社会会动荡 甚至会有政治问题的 那个发生的可能性 现在目前大陆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四个字束手无策 这从那个 因为失业问题呢 我觉得是对今年明年 甚至是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当中 中国经济 中国政治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经济要走对路 才能化解失业 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有了就业人才有收入 有收入才有消费 有消费才有内部需求 现在他们是 有些学者提的方法 比如说内部需求的那个是 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而是所以说 中国经济要走上一种 良性循环的道路 必须得伤筋动骨的来做 所以说靠政治手段 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 靠运动式的方法 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现在目前是靠政治手段 和靠运动式方法 但是广东的那个 广东年初提出的 30万年轻人下乡 已经不提了 就说明他们已经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呢 就是因为现在这一届的年轻人 这一代的年轻人 跟过去的年轻人不同的 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政府完全不了解年轻人 当政府不了解年轻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香港 台湾 大概世界上好多国家 都是因为不了解年轻人 出现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陆目前的政治的情况 最近以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外交部长秦刚 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 我们只有看到说这个现在的王毅他是前外长 现在已经已经高升了 现在但是他还是继续的代行外长的这个职责 那外面有很多传言 我看外交部记者会上面 国际媒体也一直在问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那外交部发言人也就是这个知乌其辞啊 你觉得现在大家在猜测的有几种可能 然后他这几种可能里面最有可能的又是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这样子的以一个就是副国级的 就是国务委员的这样层级失踪 那现在因为现在也不跟以前一样 现在媒体非常的发达 尤其是大陆的外交部部长动电观瞻 那这个有反映现在大陆是怎么样处理这个现象 郭副长我大概 侧面说一下吧 是 第一个呢正面说呢 我认为秦刚的这个事件是 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在处置秦刚事件上是 方方面面都是乱了章法吧 是是是 我侧面来讲主要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呢 中共处理很多问题呢 就叫叫做处理全真问题秦色化 处理政治问题经济化 就是有政治的案件是已经从经济手段上来办的 比如说这个国防大学这个前秦政委这个上将就不细讲 完了以后秦色问题 秦刚这个跟这个傅小姐这个我相信早就早就好多人 傅小姐在香港的传闻也也卷入了不少事情也很多人也知道 所以说呢 以在美国这种地方来说出现一些事情 应该说比在香港北京知道的更清楚 但是但是那个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最近呢 那就是因为别的原因 所以说呢 你刚刚第一句讲的是处理权斗问题秦色化 意思就是说他老早已经有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他把它渲染出来 掩盖了一些真正的一个原因是不是 是因为因为中国民间呢对这个最感兴趣 兴兴乐道 完了以后有各种分析各种猜测 那个傅小姐的那个微博呢 每一个字都会被拿来推敲 完了以后再有各种照片 完了以后大家对别的事情就大概就兴趣没那么大了 对这个是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事情 那官方从来没有删过一条这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说明我们从那个非常严格的网络管控来看呢 就说明官方是放手或者纵容 或者说视而不见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传统 因为大家也会很讶异 就是秦刚这两个字并没有变成禁忌制 仍然是在这个网络上面 大家谈得一塌糊涂 那这个你觉得是有意放放纵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我觉得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 全真问题情色化 要要办一个人 先把他情妇找出来 完了以后比如说以前那个中金公司的董事长 那个情妇一百五十几个都能列出来 完了以后怎么管理的方式都列出来 完了把这个人这个人就就凑掉了 现在秦刚想翻身是非常难的 难就难在大家都已经对这刚才前面 现在就是说秦刚这个是中国近年来最大的一个瓜 大家都在吃瓜 中国全国都变成了吃瓜群众 那秦刚个人来说翻身就比较难 完了秦刚的 照着秦刚这棵大树想救它也很难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我想绕开来讲的 就是中国历史上 那个皇帝对他的那个宠臣都是这样 一开始就非常生气 有人来告状就非常生气 生完期就一巴掌打过去 过了以后想了想 这个对自己还是忠心耿耿的 完了又有种种的不舍和 这从邓小平对那个赵紫阳可以看出来 邓小平对赵紫阳刚开始是大陆把他马上抓起来 把所有职务撤掉 完了一系列的批判 到最后又通过中间人杨尚昆去说服赵紫阳 说你只要向小平同志认个错就好 完了可是赵紫阳遇上了赵紫阳这个人 是不认错的 但是他我认为秦刚是随时可以认错的人 所以说现在对秦刚有的 有很多定论说他会怎么样 说下个星期就可能回外交部上班 我觉得任何可能性都可以发生 因为现在的中国这个政治 就是由习近平一个人决定 完了以后如果习近平认为他的问题没有伤到自己呢 伤心那么伤心的话呢 任何解释都是可以拿出来的 比如说你说造谣抓两个人 说这两个人放的封造谣 完全可以很容易就抓几个人 完了以后 完了也可以说他病了 为什么之前有放风说他已经死掉了呢 那就是做预备 做预备放预案 到最后实在 实在 实在那个路火燃消的话 那就是说他已经走了 那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原来 那究竟他被 呃 承报是犯了什么事 让这个 这个经上大怒呢 这个这个究竟是外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涉及到间谍罪 有涉及到这个这个有什么样的情节 会让上面这么生气要把它撤职 或者是让他暂时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置 我我我我觉得现在说的几个原因呢都不是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有情妇生小孩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都不会处理嘛 对对对对 以前的老帅 以前的国际党的副主席 有这个状况也不会处理 对对 所以说秦刚只是一个小国务委员而已 对 所以不处理 完全完全可以否认 前一段时间已经找了一个人出来顶包嘛 说那个人才是丈夫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难题 最大的难题现在就是他 您就像您刚才讲的 他到底是为什么触入了上面 完了我我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 重大的外交问题上 中国最近主要是两个外交问题 一个是对美国外交 一个是对欧洲外交 其中对美外交看来就是那个样子 要死不活的状态 但是对欧洲的外交和对俄国的外交 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 完了以后这个变化当中的操盘者呢 是秦刚 但是他的上面有一个叫做决策者 或者说陈上启下的人叫王毅 完了所以说现在对王毅秦刚关系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关键 我觉得这可能是关键 完了以后人是关键 事情可能就是对欧洲外交 和对俄外交是关键 这里边一定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完了只不过我们 我们外界只能看在表面上那些 国家关系领导人的来来往往 但是他们桌下面掀翻了 说为什么秦刚的事情传说是俄国 传说普廷派人做专机到北京来告状 这些谣言他总传言吧 总是有一些根基的 就是有一些来因的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是重大的外交 事件上出了事 完了第二个就是在外交这个盘子 为什么王毅出来 而不是马昭雪出来接班 是是是 这都说明这个人与人之间出现了问题 是是是是 我另外想问你一个就是 这个特勤局的这个局长 而原来是王小宏它是公安部部长 然后兼特勤局的局长 可是六月底的时候 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广东公安厅的这个厅长 他这个结果担任了这个特勤局的局长 公安部的副部长兼特勤局局长 因为这个等于是习身边最亲近的这个保卫的人 有没有可能有人怀疑说 这个跟普利格金的在俄罗斯的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呢 我觉得我觉得第一个呢 他是在加强特勤局的工作 由专人来任这个局长呢 而不是由王小洪兼任呢 是因为这个王小洪实在是给了太多的官呢 完了以后他的别说能力了 就是他的那个精力够不够也不好说 而且呢应该是他的健康大概不是那么适应反重的工作 所以说他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一段时间都在传说他健康的问题 完了所以说由一个王志忠来接这个特勤局长呢 是说明他在习近平更重视这个特勤 完了由专人来负责 倒不是不信任王小洪 但是对这个王志忠是非常信任是经过考验的 这大概是 王志忠以前也当过特勤局的副局长了对不对 而且他有一段时间在广东做公安厅长 那一般来说是放下去考验考验 完了以后再回来这个状态 是是是 说明而且呢他是河北人嘛 这河北人一般做这个都比较信任 习近平比较喜欢河北人实际上 你看秦刚也是河北人 完了以后我觉得是加强特勤局的工作 但是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这个对俄罗斯出现的 比如说瓦格拉这些事情 对 有没有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举个例来说 最近中国经济界有人有人提 有人提一个要清理金融领域的瓦格拉集团 哎呦我一看的这个这个这个把我吓了一大跳 后来我一想有那么严重吗 但是但是说明他们还是有这方面想法吧 所以说您您讲的这个是我觉得是 呃会有直接关联的 他会吸收那边一些经验 所以包括呃军方啊 包括就是枪杆的刀把这两个方面都会都会跟这个有有一些关系 是是是我我接下来就想问您关于火箭军的事情啊 那我们有很多揣测 但是有一些基本上的 就是说火箭军的司令啊 呃他在上个月底是缺席了这个军衔竞争仪式 那大家就有很多的猜测啊 有一个呃这个推特上的爆料说 他的儿子呃这个司令的儿子在美国留学可能涉及到 这个出卖这个军方情报 然后又涉及到有一些前副司令啊 这些一些将领啊 呃现在目前这个火箭军的情况您知道是怎么样的 呃这个传说其实呃呃 其实其实在一个月前开始 是这个火箭军出事大概应该是呃 呃三月人大会以后就开始 完了就开始呃抓人 只不过是越抓越多越抓越高级而已 嗯嗯嗯嗯 我我认为我认为我我我我个人判断 这个中间还不是儿子 这个司令的儿子啊 或者说某个人出现问题 关键这个中间可能有重大的那个 国防费用贪腐啊 是以后以后以后可能会看到 呃这因为是因为因为呃这个是这个才会抓那么多人 如果一几个人贪腐或者说升官或者说呃给红包去升降临那那那那那 他不会抓那么多人呃只有这个集体腐败 中中中共产党那个集体腐败是非常厉害 嗯嗯嗯 有的城市就集体腐败就是书记市长副市长副书记一起抓十几个只不过可能没有公布 呃我相信这回可能是跟这个有关 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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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現在已經是做完兩任到第三任了 其實他在 中共黨裡面 甚至包括全中國他的權力 當然是無可置疑就一個人說了算 但是他自己會不會 會不會有一些擔心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 可能擔心權力會 太集中在某些人手上 他必須要把這權力分散 然後用平衡的方法來互相牽制 或者是說他一直要提醒 就是有所謂極端狀況 他5月底的時候曾經有講 後來又到內蒙古的時候 又講一些極端狀況 極端狀況當然可以講是經濟上面 他有這種脫鉤的這種危機意識 但是也有可能他 也一直在考慮到 自己內部有一些情況是不穩的 甚至是有一些 你沒有辦法預想到的敵人的 那我看到最近 那個國家安全部成立40週年 一直在強調這個 這個 這個方面的重要性 你是覺得習現在目前 對於整個的統治 是不是還是非常的不放心 他還是會有一些東西 他是擔心的 我覺得習近平那個 或者說我們外界對習近平的評價都是 他是權力鬥爭或者權力控制 權力運用的方面其實是個高手 在很多方面超過很多人 但是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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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 和在對對對外方面有他的那個 叫做視角霧區 我覺得用開車的那個 他他他他他他左邊他看外看外部看對方來車 看不清楚 完了以後 對右邊他對右邊他看自己的後面 自己的經濟他看不清楚 關鍵是他對經濟他不是太懂 對 完了以後所以說前一段時間他的對外政策 那麼大張旗鼓或者說那麼突飛猛進的變到今天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是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可能跟那個有一些落差 完了以後所以說但是呢他現在正在逐步調整的這方面 完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經濟 習近平可能最近才才才才認識到經濟有多麼嚴重 多麼經濟問題有多大 所以說他才出來叫這些人否認經濟出現了問題 完了以後呢才才他才才來些想辦法呢要來要來從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數字經濟要找一些另外一些途徑來解決經濟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 剛才您講到那個國安就是最近的所謂隱蔽戰線的問題 這個隱蔽戰線我認為是對不是對外的 不是說這個他要把國安派到全世界去美國 他這個隱蔽戰線主要是你看那個國安部長和習近平的那些提示內容 你就知道那是恐嚇自己的官員 他要讓每個地方每個部門都知道你們身邊就有國安 完了以後呢對包括對這個知識分子啊 包括對這個網路大V啊這些 這方面作用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第二個呢就是我認為 我認為外界一直在 在破在解讀習近平那個風高浪急 金濤駭浪到底是什麼 完了以後呢風高浪急 一般會解釋跟中美關係 金濤駭浪一般會解釋兩岸關係 我認為這個風高浪急和金濤駭浪 目前最大的可能是經濟問題 完了以後當經濟問題出現了 又解決不了的時候才會出現那個對外關係方面的 所謂就是我們看到的動兵用武的問題 所以說金明兩年非常關鍵 今年下半年大概已經做不了事了 完了以後今年下半年大概要調整經濟路線 比如說數字經濟做一些 但是化解不了具體風險 就要看明年有沒有高人想做更好的辦法 把中國金濟帶上一條路來 如果帶上一條 還是同樣癲癲癲癲的路的話呢 後年就比較麻煩 非常謝謝李春接受我們訪談 這個問題是真的是非常的嚴峻 尤其在經濟上面 那這個其實內部有一些事情 現在看起來可能 再過一些時候才會比較確實 總是大陸要發布 究竟秦剛或者是火箭軍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吧 非常謝謝李春接受我們訪談 也謝謝各位聽眾的收聽 我們下次見 上網搜尋VIP.UDEN.COM 到聯合報數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報導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